林靖南听障舞蹈团带来的五出生命自由表演 揭开了107年金氏奖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305件作品参赛 有期数件入围作品角逐节目类 个人类服务推动类 个人表现奖年度系统要进奖等16个奖项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徐军表示 不管科技如何的改变 有线电视对于地方的那份人文关怀是无法取代的 也是持续大家向前走的一项动力 科技不断的在改变 我们的生活形态在改变 我想在做所有的有线电视的伙伴们 也面临了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不管其实科技怎么改变 我想我们对在地的关怀的热情 其实一直持续的不断 我想这就是能够支持我们继续往前走 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所以在这边呢 我要特别谢谢 所有的有线电视的重演人员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 跟我们一起 在这个科技的挑战之下 还能够持续不断的往前走 那也希望大家 未来能够制作出 更多具有人文 关怀及厚度的节目 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一起 让大家看到我们 台湾这块美丽而丰富的土地 18届金市奖社区服务奖 入围的有 北建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信和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加和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而在16个奖项中 中加集团就获得了 节目类的专题报道节目奖 多元关怀节目奖 地方文石奖 个人类的采访奖 摄影奖 还有社区服务奖 和创新服务奖 等7个奖项 可说是这次的最大瑜伽 其实我们一直很鼓励 我们同仁参与这些地方的事物 那我们同仁也很努力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金市奖 得到最多的奖项 也很感谢我们同仁的努力 谢谢 而最后压轴的宇宙人乐团演出 让颁奖会场瞬间化为小型演唱会 带动了全场的气氛 影视局也期望 借由金市奖汇聚全国优秀的 有线电视系统精英 一同见证这一年的耕耘与丰收 并蓄积迈向全面数位化 及面对新媒体挑战的能量 数位天空新闻台北长报道